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创建于1934年 并慈悲宗旨行立他事业 多年来在宗教、慈善、医疗、文化以及教育等各领域积极投入贡献 并努力促进我国社会、种族团结、宗教和协 教育来立国之本、新国之纲 颁发助学金以培育人才 一向是居士林众多慈善福利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早在1979年,居士林就开始颁发助学金 不分种族、宗教为贫困学生提供教育援助 以善用资源让更多人受贿 1996年,更成立了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教育基金 教育基金自成立以后,既不断竭尽所得 这三十多年来,助学金的颁发总金额超过千万人 受贿学生也近三万人 每年,我国政要领导高僧大德 外国使节相应收邀出席主持助学金的颁发仪式 他们对于居士林促进教育事业及种族和谐的善举 给予肯定及鼓励 正应得益于教育基金的资助 许多贫寒子弟能够在经济无忧之下完成学业 有些更积极努力亮出了教人的成绩 为勉励加进贫寒,却还能发愤图强 在学业成绩及各领域表现优异 而且品性良好的学生 居士林教育基金从2008年开始 办法精进奖 目的在于鼓励优秀的贫寒弟子 更加的勇猛精进 努力不懈将来成为社会的动量 有许多受惠于教育基金的学生 在毕业后都学有所成 在社会各领域做出贡献 令人欣慰 为促进各宗教族群之间的和谐 与互助 正是宗教慈悲精神及无私奉献的具体表现 相信大家 丁手相连 团结一致 必能共同建设社会的进步 和谐与繁荣